哈囉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今天要教各位要如何辨別你的 iPhone 6s 跟 6s plus 是不是台積電的呢? 或者是 Samsung 呢? 那這邊來教大家操作 首先你必須要先進入這個網址 你可以暫停 然後把這個網址抄下來 或者是輸入進去 一定要用你的 iPhone 來使用 才可以進到這個網頁喔 因為用電腦的話 它會提示你必須要用 iPhone 那首先我們先把它安裝 安裝了以後呢 我們到 設定 這裡會出現一個描述檔 在一般從這邊 一般到下面 這裡有一個描述檔 然後呢 你第一次在使用的時候 你要先按信任它 OK 那這樣子接下來 這一個 APP就會出現在你的螢幕上囉 好 把它打開 然後它就會告訴你 哎呀你的手機 原來是三星的 好吧 也有可能 您抽到的是台積電喔 所以各位觀眾也來試試看吧